各位,我们每个人要靠福音才能干强起来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站起来的 可是我们的生命为何继续留在软弱、灰心、无能的观景呢? 其实理由是因为还是一直认为上帝祝福不祝福我 我蒙恩不蒙恩是在于自己的决定 自己决定顺服不顺服上帝 自己决定信靠不信靠上帝 若我们每次想到自己是在决定的时候 马上心里面会觉得是软弱的 其实我们的上帝是爱我们,与我们同在 祂是绝对赐福我们,不离开我们的主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祂是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们 其实这些话并不是在于我们的决定 很重要的乃是在于上帝生了我们 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有说到 父上帝成造自己的大灵远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乎的盼望 所以跟我们的虔诚不虔诚,热心不热心 软弱不软弱,或是决定不决定没有关系的 主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新的意思就是上帝所生的,是属于他的人 是要蒙上帝所爱和赐福的 这些应许不是我们决定要不要接受,有没有资格接受 这些应许都是因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 生了我们 既然上帝生了我们 那今天我们唯一要恢复的地方 就是要恢复一个听从天父的心了 无论遭遇什么事,听从的心恢复就好 我们当当听从主的时候 什么问题全部滑下来 然后圣灵马上会指示我们,安慰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回到听从的心 这是我们要继续操练的地方 也是最能满足上帝,满足自己了 如果跟人吵架,在人际关系里遇到问题 想到自己好像前面没有什么前途 或者想到自己还没有结婚等等 我们先不要管结果会怎么样 不要管人的评价怎么样 我们是要先单单回到听从上帝的心态 这个就是儿子的心了 当我们回到这个心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声音 魔鬼撒旦的暗示马上会停止的 如果我们的心不听从的时候 就会因为想刚才所做的不够好 或者想到讲错什么话 而感到内疚 然后自卑、担忧、苦恼、烦恼 但是我们或许会跟上帝说 我是不想操心、不想担心、不想忧愁的 可是就是做不到 其实这是因为还在挂虑太多 想太多 关注这个、关注那个 心里面是四分五裂的 但是只有我们回到 主我愿意要听从的时候 马上知道单做的 马上可以交通给主的 然后马上就会安然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生活 叫我们反世干强的奥秘来的 可是我们可能又会问 为什么我就是不能够听从上帝 总是一直在问题里面旋转 各位 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 心灵里面没有将爱我们、赏我们、赐福我们的上帝 成为心中的印记 今天我们能够信靠耶稣 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是因为心中有这个印记 有这个印记我们会发现 不得不要寻求 不得不要种圣洁的道路 当我们在尽头的时候 不得不要找上帝 听从上帝 带着这个印记 就是我们真正的身份了 我们看我们主耶稣基督 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七到六十九节那里 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也要去吗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 各位 这里很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已经信了 彼得他这样说的时候 是因为已经有印记了 这个才叫信耶稣了 甚至彼得在软弱的时候 被人逼害的时候 他口里面说不认识耶稣 似乎他的决定是这样的否认 但是其实他的心里面 是知道耶稣是主的 所以各位 上帝创造我们 生我们 他是爱我们 为我们舍己 这个是永远不改变的印记 不是选择了 然后从那个时候起 我们所有的想法 所有的意念 我们软弱痛苦 着急担心的时候 最后一定会回到 那个我们曾经遇见的上帝 再次回到他的话里面 之后我们知道 我们一生的目的 是要为宣扬 拿着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已经有这个印记的人 不是选择不选择 那是没有办法忘记的了 但愿我们天天能够确认 这个印记 回到一颗听从上帝的心 叫我们能够反噬 因主而干强 写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